回到脱口秀这件事情 不请我感受不到任何的侮辱 就连退伍军人也没有感觉到 一位退伍军人说 他想到的是威风凌凌的军犬 所以并没有感觉被冒犯 没有觉得是恶意诋毁或者是侮辱 反而笑得很大声 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然后他好像就被举报拉黑三言论了 即使是深受小粉红爱戴的 从军11年的叼盘狗胡锡进老师 他认为解放军的荣誉并没有受到挑战 结果网友就说 你说了不算 三十年前要出去演一场喜剧有多难 我们最早的话剧那个托 出去演出很多地方不会笑 就这么绷着脸 就绷着 他觉得好像可乐了 对对对 他要看周围 克制自己不能乐 不乐 而且好容易乐 都是 不能适当 不敢乐 不敢乐 因为什么 他不知道乐是对还是不对 刚刚这段影片 是中国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 在一个谈话节目中 回忆他曾经经历过的严格的言论管控时代 当时的中国人 连喜怒哀乐都要跟大家统一 那么作为出生成长在上海的改革开放后的一代 我一直对那个荒谬时代的起源感到困惑 最近最热门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一位脱口秀演员 House 因为辱军的罪名被立案了 我以为这个House展示了解放军端详过的茶杯 后来听说连他所在的公司都被罚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 这让我更加对这件事情产生好奇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很多频道做了非常优秀的解读 所以我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件事情 所有的罪证都是基于他在脱口秀的现场说的一段话 因为我百思不得解的是 就这一段比台湾脱口秀要普通89.64倍的段子 竟然能被示威违法还能立案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或许是中国长期的去中文化 导致从官方到普通老百姓 他们的中文理解力已经下降到了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阶段了 很多人都说他们是在讽刺解放军 甚至有台湾人说 在日本用野狗来形容日本皇室也不可以的好吗 有人用野狗来比喻军人吗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学生 我小生水准的中文理解能力的问题 我小学的时候学过中文的修持手法 什么比喻啊讽刺啊拟人啊 比方说最近在我们家楼下趴着的那只小猫咪 它像小公主一样迷人 我的主语是小猫咪 我把小猫咪的清秀跟迷人比作成美丽的公主 因为清秀跟迷人是这两者共有的特点 而这位台湾人要么是没有好好念书 要么就是忘记了这个中文的知识点 把主刺狗颠倒了 误解成我们在讽刺皇室的公主是野猫 我们再来看House的那段话 他说这两条狗在山上是食物链的顶端 两条狗追一个松鼠 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 他内心闪烁出了八个大字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我自己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想到的是 哇哦这两条狗太酷了吧 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啊 是我们当今两百斤 用来形容保护他本人的那只解放军的时候用的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 解放军呢在中国不属于罪犯 他们是被当作军人来看待的 这段话的原话是 听党指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可是听党指挥怎么能打胜仗呢 这不合逻辑嘛 所以把听党指挥去掉 来形容军人的勇猛果敢 我觉得呢其实还挺有力量的 我能联想到的地步 就是House把他的狗的英姿 比做成军人一样 可这他妈是赞同中国军人有英勇的特质吧 就像中国的小朋友说 他把笔很厉害 就像贤蛋超人一样 是把他爸爸的厉害程度 比喻成无所不能保护地球的宇宙英雄啊 那住在M78星云的贤蛋超人 听到以后并不会理解成 这小孩讽刺我是中国人 还有类似于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谁会理解成人类忠实的朋友都是狗呢 这是小学生就应该掌握的中文理解能力吧 所以我一开始是觉得 可能是因为中国去中国化比较成功 因此呢就引起了一场误会 可是误会呢往往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讨论 从而被化解 可是这件事情却因为越来越多人参与讨论 往更荒谬的方向发展 这就让我想到了第二种可能 正如开场影片里呈现的 在那个荒谬的时代 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需要跟大家统一 能不能笑要看周围人的反应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现在的中国 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也必须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那位台湾人发现松鼠的象征啊 来自于中国拍摄的战争电影《上干岭》 而脱口秀演员好似的段子里 就提到了山跟追松鼠 所以他就是在暗示 这就是解放军 我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但是我听了这个台湾人的解读啊 也没有感觉有哪里有侮辱的地方 这让我想到了曾经中国网友 举报索尼的广告照片乳军 说索尼公司发布的广告照片 构图跟韩战的英烈的宣传照很像 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 一个为了宣传自己新相机的公司 为什么要拍个广告来乳军 回到脱口秀这件事情 不仅我感受不到任何的侮辱 就连退伍军人也没有感觉到 一位退伍军人说 他想到的是威风淋淋的军犬 所以并没有感觉被冒犯 没有觉得是恶意诋毁或者是侮辱 反而笑得很大声 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然后他好像就被举报拉黑三言论了 即使是深受小粉红爱戴的 从军11年的刁盘狗胡锡进老师 他认为解放军的荣誉并没有受到挑战 结果网友就说 你说了不算 我觉得对军人的侮辱 是让他们退伍后 还要为了生计去维权 然后因为维稳 被抓起来公开审判 被定义成破坏社会的罪犯 这才是侮辱军人 再有刚刚那位台湾人 你知道上甘岭是韩战吗 你知道韩战有多荒谬吗 明知道中国军人只穿着单衣 故意丢去零下几十度的战场 去当兵雕 去吓唬美国人 有把中国军人当人看吗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是抗日战争的中华民国国军 你知道吗 然而他们的牺牲换来的却是南北韩的分裂 以至于被后人说 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 北韩人正过着南韩人的生活 这些不把中国军人当人看的行为 这些随意牺牲军人的行为 才是侮辱军人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不能代表举报浩斯的那个群体 以及这位台湾人的感受 说到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每个人对事物的感受 跟他的知识 经历 认知水准都有关系 有人听到日本 想到的是老师跟教室 想要好好学习 有人听到日本 想到的是小兵张嘎打鬼子 有人听到日本 想到的是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同样是日本 每个人想到的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你非要我跟举报浩斯的那个群体 还有这位台湾阿姨一样 一看见狗 就必须要想到解放军呢 还是说 全世界其实只有中国人 不能有不同的感受 即便没有感觉被冒犯的军人 也必须要感觉到被冒犯了你们才肯放过他 一些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去中文的环境里 中文理解力低下 又被要求统一言论跟感受 自然就会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 这些人你给他一个靶子 他的想象力就会无限跃进 在耗死这件事情上 中国人的想象力再次让世界大开眼界 明显有问题 说明我们的反间谍意识还是太弱了 是的 用他的口说出效果想说的 完成境外势力交给的政治任务 试探了国家及大部分公众底线 效果的发音是日语里的 你了解一下将军的日语发音 当边防线上巡逻的战士 听到祖国人民为了这个段子发笑的时候 他还愿意去战斗吗 你说到点子上了 实质性危害国家安全 不是 人家这场线下演出 本来就不允许录音录像的好了 到底是谁先违反规则把录音放出来的 而且是中国的官媒把这件事情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连日本人都知道中国这件蠢事了好吧 说到禁止录音拍摄 有人说你这就很可疑了 一个团体组织活动 不仅要关门 还要禁止录音录像 还要求对活动内容进行保密 那么大家告诉我 这是什么活动 其实很多电视拍摄 广告拍摄 或者音乐会 舞台剧这些 都会因为版权等各种因素不让拍摄 我以前在上海拍电视的时候 也不让现场观众录音拍摄 所以你说的那个活动 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他们每次开会都关门 禁止录音拍摄 事后还要对会议内容进行保密 鲁迅在辩论的魂灵中 这样描述中国人逻辑崩坏的思维 我骂卖国贼 所以我是爱国者 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 我的话既然不错 你就是卖国贼 无疑了 中国人可以自己立一个靶子 说他是间谍 然后攻击这个靶子 最后确信是境外势力无疑 可是中国人你们能不能冷静一点 开动你们的小脑筋想一想 到底哪一件在中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是境外势力做的 要影响你的身带 反过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 你能说出哪一项成就 不是境外势力的帮助而取得的 为了获得境外势力的优待 你看看你们那头200斤 连梦都不做了 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永远不发达 永远不先进 可是还是有观众会疑惑 在只有民众的感受 并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 人民日报为何会冒着被指 没有小学生水准的风险 去力挺这些歧视妙想呢 北京警方又是如何立案的呢 我个人觉得 今天的脱口秀事件 可以看作是体现中国人 近十年努力的一场汇报演出 这是一场由民意发起 代替法律 裹挟公权力 对任何自己所在的群体 看不惯的行为与群体 执行私刑的运动 这场运动可以追溯到十年之前 当时的中国开始加强网络管控 鼓励网民举报对政府不利的言论 刚开始举报或许只是一种发泄方式 但一旦举报成功 对方删帖 就能达到一种 你依靠自己的胜量 绝对达不到的 不对称胜利 而这个阶段 公权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就导致了许多有学识 对政治和社会有影响力的人 开始选择保持沉默 例如作家韩寒 在2010年被时代周刊 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 曾经呼吁中国实现市长直选 然而 他之后遭到了大量的禁言跟删帖 最后一次公开发声 是在2012年 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握手 之后便不再发表言论 包括历史老师袁腾飞 共产主义者是最善于出卖自己的盟友的 你看抗战战争的时候 毛涂东跟着喊 坚决拥护 蒋国员长抗战到底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唯一领袖 抗战能够结束 马上打倒人民共地讲解释 音乐人高晓松 网上的愤青天天骂美 美国可没抢过中国一传 地产大恨人自强 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 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 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 你们努力的站起来 把我们面前强推倒 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 等等在内 这些人对中国人的启蒙思想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如今这些人全部被贴上了 境外势力 间谍 和行走的50万 等等贬义的标签 甚至被送进监狱 此后随着网络举报风潮蔓延 我们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对于选秀节目中 被认为没有实力的艺人 就举报他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有一些艺人 因为多年前点赞了一些现在被视为负面的帖子 也被举报了 后来只要任何人有任何不悦的事物 像是动画人物的法色 封面设计等 只要自己不喜欢 就会煽动大家一起举报 封杀 互相攻击 最开始 公权力帮助社会实现人人自我审查 自觉地开始用英文字母代替汉字 公众人物都开始变得小心谨慎 站在哪一边比表达意见更重要 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围攻 在这个阶段你会很容易听到这样的声音 嗯? 这是能说的吗?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中国群众的举报热情已经被点燃 甚至还上瘾了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 大量的中国人已经养成了一种狡猾的思维方式 他们四处出击 挑剔细节 寻找敌人 捕捉一次反动的言论 援引苛刻的法条 试图让他人陷入罪名之中 在今天的中国 每一个人都是审判你的法官 不管举报有多荒谬 公权力也必须配合革命群众予以严惩 今天我们已经分不清 这到底是执政者的意图 还是革命群众的名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